欢迎大家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事件10月30日 浙江消息显示 浙江已有一名尼信高铁乘客 在此前的29日突然出现在 已有北站3号站台 以时来的火车发生人身事故 有关此事 设施机构在其官方微博发文提到 10月29日16点12分 一名持有29日G7517次 已有北至宁波车票的 以信群客在于瑶北站3号站台 出现人身事故 目前设施女子在医院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相关具体情况 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 其是有关设施地方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于瑶北站建设室曾命名 于此站是航用客应专线的 一座火车站 位于中国浙江省 宁波市、宁波市和宁波市 慈禧市两市交界处的 凤山街道五星村 以及规划与此一体化地区的中心区域 感谢观看